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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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收看MUSING 今天又是一個禮拜一 海產今天還是沒有帶他的雞蛋糕來 這是雷聲大雨點小的一個老闆 是因為10月1號開幕 現在還在試做 不是 但是那你為什麼 上個禮拜就大張旗鼓的說 你開了一間雞蛋糕 因為已經確定10月1號開幕 只是因為現在拿出來我怕就是還沒確定 開幕當天有什麼噱頭嗎 開幕當天我要請你來剪彩 敲那個冰塊慶祝 等下跟我經紀人聯絡好不好 那個費用的地方我可以打95折 辦一個流水席大家就慶開幕 那個交通費我自包 出場費 我就請天團來唱歌 我可以打9.5折 就做那一天我就倒掉了 所有的執行都請那一天而已 你可以找Cooper 然後找洋蔥 對 然後謝和弦 就是熟的 然後他要找誰 他就說你跟誰是好朋友 那個葉秉環 葉秉環是我的好朋友 然後你剛剛說 我有音樂都是你的好朋友嗎 我有音樂都是我的good friend 我現在來賓都跟我都是good friend 你找蔡信芳 信芳也可以 是不是 大家都是你的好朋友 對 好像跟你比較不熟而已 跟我都是好朋友 對啊 就是這樣子 對 大家都超熟的 葉秉環跟陳大天說要幫你做那個開幕主持人 對不對 你怎麼知道 哇 你知道我什麼內幕 哇 我這什麼都知道 然後那個李嘉威說 就是他願意幫你高歌三首歌 三首三首 沒有 30分鐘 我剛才談30分鐘不用剪 30分鐘是不是 好 所以就是10月1號你是今天開幕 你們一定要來 我們早上預計9點就開幕了 好早喔 誰會去啊 那天是禮拜幾 禮拜六啊 禮拜六早上9點 會吧 禮拜六早上9點 誰會在禮拜六的早上9點 去中校國小旁邊的 誰會在禮拜六早上9點去第五市場啊 第五市場那是學區耶 大家都是平日才會去啊 不是 我想要一個 其實早上 因為我是做兩段子 早上跟晚上 但是你們不要擔心 我跟你講我開放 那下午時段怎麼辦啊 中午 中午時間可能會休息 中午時間就是到啊 大家就是小學生 就放學偷溜 然後上班族突然要買民主的時間 因為小學生是上學會偷溜嘛 你怎麼會在那個時間休息 但是我要開 你會不會做生意 我跟你講我開放福利 只要當場啊 來裡面啊 說我愛開水小姐 或是我愛麥卡貝 那些事 你就親她 我就請她吃啊 我不要親她啦 親她搞不好砸我店 那你自己會工作嗎 就是你自己會下去 用雞蛋糕嗎 我就開幕當天啊 就開幕當天啊 好那請問 你的工讀生有挑過嗎 我請一個正職的員工耶 挑過了挑過了 所以你其他員工都是不正職的 就是 你其他員工都是 你薪水 你想要挖洞 你其他員工都是很歪心 你就只有一個員工是正職的嗎 其他員工會偷工檢料啊 會偷錢啊 你要講這種對不對 不然咧 對啊 我也會掏空公款啊 對啊 之類的 可是你們有公款可以掏空 我們公款不多啊 不是 因為大概五百塊就間諜了 是不是 很可憐 一個禮拜的餐廢這樣 對 然後今天那個海想公公說 他下禮拜開幕 然後其實那個導播上次 我們是看不到的 我現在跟導播講 因為我們今天被攝影師擋到 對 要趕快 好啦 下禮拜 他下禮拜就送雞蛋糕 然後老闆娘我問說 就是 老闆娘本來就想要跟你買 但老闆娘送到台北來就變十高 不會不會 不是八高 如果老闆真的是訂五百份的話 我會把整個湯位 就運上來這邊 直接 舉家簽到台北 舉家簽過來 我就說 我們就說 那我們下禮拜我們就出外景 然後我們就去拍海產雞蛋糕 就是 開幕 不然我覺得你會二高問我耶 不會啊 只是你知道我們出班的費用是你包 熊蓋戰 包所有的那個製作費嘛 哇賽 你說以後我可以冠名就是 就是 熊蓋戰 熊蓋戰 音樂 熊蓋戰 音樂 熊蓋戰 熊蓋戰 等我做成功 我不只我邊隔壁棚的 我都把它冠名下來 然後我們每個禮拜結束就說 最後呢 感謝我們的乾爹 音樂 然後另外呢 還有就是每個月贊助我們五十塊錢 台幣的熊蓋戰雞蛋糕 要啦要感謝 其實也不用贊助 你就以後免費 你就沒有主食費 這樣就可以全面灌你 這樣你願不願意 這樣很硬耶 這樣很硬耶 這樣你願意嗎 我跟你講 為了我的熊蓋戰 我不願意 真的好過分 好啦 不過就是在台中的部分 所以如果台中的朋友 大家就是沒事的話 都可以去熊蓋戰 就是吃免費的雞蛋糕 真的啊 吃雞蛋糕不用錢不用錢 粉絲來都不用錢 真的假的 但是對啊應該也不用 粉絲去都不用錢是不是 算了 盡量我還是選一下好了 再選一下抽獎嘛 好好好 那我下禮拜就是 那些是會進行那個 雞蛋糕的抽獎 那抽獎的朋友 可以獲得一份免費的雞蛋糕 免費的雞蛋糕 爛 兩份 誰要 而且隔壁旁那個化妝的節目 也要吃我們的雞蛋糕 而且我跟你們說 那個雞蛋糕一份是 一份是五個 三十塊 三十塊 是不是 還OK吧 這還蠻普通的 這麼大 那你有什麼特殊 你的雞蛋糕有什麼特殊的那個 我的雞蛋糕 我的 就是內餡其實是 都是我自己 我們自己研發的 我們之前是 糕點師傅自己做的 所以你的雞蛋糕吃起來 口感會像 多一份愛 花粿 黑糖糕 必須老實講 你才默 我第一次我自己 做的時候 吃起來像鳳梨酥 但是可能 為什麼會這樣弄在一起 因為那是我自己亂弄 那是我自己亂弄 他弄了就很好吃了 他弄 鳳梨酥沒有不好吃啊 因為就是口感很怪啦 被我自己做 我想說我自己來亂挑 會不會蹦出一個新滋味 是嗎 對 結果我沒有蹦 沒有 你蹦出的是嚇到人 跟麵包蟲一般的味道嘛 對不對 對 沒有關係 反正就總而言之下禮拜 大家有機會都可以到 台中第五市場那邊 去看看他的那個 而且其實你也沒有付 我們節目廣告分 那我就印廣告對不對 你憑什麼這樣印廣告 沒關係 我就隨我講 而且你今天雞腿也沒有分我吃一個 你要自己來偷啊 你知道我們今天便當啊 就是那個禁魚便當跟雞腿便當 還有排骨便當 然後今天不知為何 最後在桌上就剩兩個便當 一個是雞腿便當 一個是禁魚便當 然後我看你沒有動 我就先去拿雞腿 他用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然後把雞腿便當拿走 然後我就默默想說 好啦 禁魚也不是什麼壞事 然後一打開 然後就那個飯這麼大有沒有 就白飯這麼大 然後魚就這樣 你是不是心裡罵了八百次髒話 我就說 我打開禁魚便當的瞬間 我內心覺得好淒涼 我內心真的覺得好淒涼 我內心真的覺得好淒涼 好 但是無論如何就是 不管怎麼樣 你知道我平常這些臉笑為 大家還是要關注我們的那個 Instagram 跟我們的粉絲團 那當然粉絲團就搜尋 Music那些事 然後在Instagram的部分呢 搜尋 MU4041 然後Instagram 我們最近很希望 以後小編可以幫我們修圖 對啊 小編都不幫我們修圖 或是你知道 他有的表情很真靈 他會幫我們蓋上熊的臉 沒錯 而且我發現 我發現一件事情 就是小編的 就是手機畫素好像開始不夠了 真的嗎 我覺得啦 所以 那他有機會得到 熊蓋站老闆贊助的iPhone 等一下 我到底是賣什麼 如果今天熊蓋站開的是什麼 大旅館啊 大飯店 如果今天熊蓋站是賣金條 對啊 如果今天是開熊蓋站銀行啊 鑽石的粉末之類的 這應該就沒有問題啊 對 我就是一間路邊攤雞蛋糕欸 你們不要這樣 你們不要逼死 路邊攤攤糕好不好 路邊攤有必要開幕嗎 有 我們慶祝很大的好不好 好啦 沒有關係 他講到很大 就是有一個歷史非常悠久的少女團體 也就是早安少女組 那早安少女組呢 16號會在台北的演唱會 要開始贈票了 那我們這邊贈票只有兩張 那只要我們在粉絲團的下方呢 留下 我要看早安少女組演唱會 就有機會可以抽中 10月16號 在ATV Showbox的演唱會 我們看一下照片 這已經不知道是第幾代 那現在成員已經完全沒有第一代的成員 所以現在都是保證是年輕的妹子 不會說15年前出道 你說那些老酷酷都太掉了就對了 還是一模一樣的人說 當然好我們在早安少女組 但都40歲了 就沒有這個狀況 我現在都是全新的早安少女組 真的 那在粉絲團留下 我要看早安少女組 你講你講 你用那個很亢奮的語氣 嘿 在粉絲團留下我要看 早安少女組演唱會 就有機會得到 11月16號ATV Showbox演唱會門票 沒有得到也沒關係 你留言說我要吃熊蓋燈雞蛋糕 也有機會得到兩組免費的雞蛋糕 好讓我們看一下宣傳影片 好我們數到三 讓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演唱會的宣傳影片 登登 輕鬆全 sit 老師進行 製作 en雞幻ond 要起來 收載 你沒End 像我聽到 甜蜜的事 大人的事 不理會 那樣就一定是 那樣就 那樣就很驚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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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精采喔 我剛剛在留言 你剛剛留言對不對 對啊 他忙切回來就切回來 我剛剛在粉絲上留言說我要吃熊蓋蛋雞蛋糕 一定要 但還沒留完就帶回來 早不可以這樣子 剛剛影片放出真的不是我們的錯 你現在聲音太小我其實是聽不見你說什麼 但是不要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心寒 我們一起工作了這麼久 你在說心寒他一直出狀況是不是 其實我跟韓翔之後我們最近 可能都在出國工作 你知道這個節目壓力很大 我們只要出國我們可能就會被換掉 我們請假不是寫請假單 我們請假是寫離子單 剛剛Linda姐聽到我們要請假 是咬牙切齒的說 所以是怎麼樣 什麼時候要去 不想做了是不是 他沒有這樣講 你在這裡請假壓力很大 壓力很大 然後這時候我們攝影師 他就史無前例的稱讚 他今天居然說出讓我們心裡 一戰的話 他就說 我覺得你們還不錯啊 他第一次對我們講這麼多話 他就說 不會吧 我覺得你們兩個配合滿有默契 很好啊 他這樣跟我們講話超過十個字耶 難得 不會吧 我覺得你們兩個配合得很有默契 最近可能有薪水有加啦 韻翼可以講多一點嗎 沒有是不是 你有喜歡的女生 也沒有 還好 好啦 那你想吃熊蓋戰雞蛋糕嗎 好 漂亮 好 這就真的對了 再分享給海產贊助的攝影師 熊蓋戰雞蛋糕 熊蓋你們攝影師想要吃多少 都我提供好不好 那其他人呢 導播呢 好 也有好不好 那我們的製作人呢 中文當然也有啊 OK好 那我們 你不要再問了 這整棟26樓都有好不好 好 耶 好 那看看電文報告 看一下那個威力 願不願意幫我贊助 但是講到這個電文報告 製作人威力說 他希望他很願意就是 某一天他可以到 他可以跳槽 叛逃到我們這裡來 高歌兩首歌 蛤 真的嗎 會不會掉收視率啊 是不會吧 因為他說 他說他會把頭髮放下 然後穿紅色洋裝 然後讓他上吊是不是 很奇怪 讓他上吊 然後爆破麵包蟲 對啊 超噁的好不好 這個就變很奇怪 好啦 然後這邊有講到說 欸你最近啊 就是Q的問題 你在健身喔最近 照片是哪一張啊 哪一張啊 最近開 欸這張有清純耶 不是 因為最近就是 因為我們有計完 然後我們最近有跟那個 那個 那個 最近這張 True Fitness合作 對 所以我最近都會去那邊健身 運動就對了 對啊 都會去 你那樣亂清純的 你是想要就是 清純 我現在不清純嗎 現在清純啊 可是如果 我真的覺得 今天的光綺是蠻漂亮的 如果想瘦身 我可以建議 就推薦一家雷射龍子的 比較寬 你的手機是說 來 讓各位看看您的成效如何 等一下大家在比照六年前的 其實那些是充滿各種業配欸 而且都沒有說好 為什麼 如果大家去 就是 我們大概五週前 六週前的節目 你會發現我真的瘦了 我現在沒什麼肚子 真的嗎 那你現在不要駝背 你現在就是把肚子 停出來給大家看了 有沒有其實還 其實還是蠻多的 可是跟六週前比 我已經是小肚子了 真的嗎 有小一點點還是 其實我小的五公分欸 寸 腰尾 所以 五公分 所以你現在是 35腰 現在三 沒有那麼多 原本是34腰 原本是36 現在33 34 那這樣其實是蠻明顯的 蠻明顯的 我受的蠻明顯的 之後還會再繼續消嗎 我還會繼續再龍 再雷這樣子 好啦 然後這個 寫真書的部分 就是目前 都在進行當中 會來送嗎 會來送寫真書嗎 導播說看你不舒服欸 不是他如果他如果打舒服兩個字 我等一下要從過去打他 他如果給我打舒服兩個字 那你擺一個你覺得 導播可能會舒服的姿勢 有沒有來啊 我露一點給你看也有 好啦沒了 神經病故怎麼看我啊 好那這邊接下來 為什麼開水眼狀況劇都會笑場 欸對啊為什麼 什麼 我覺得我全是 因為你想的太醜 我全是上司的時候 你太私利了 等一下什麼私利 我不知道是什麼影片 那董哥說有個影片 我們看一下我沒看過欸 我真的 我真的 大家真的太荒謬了 我看可以演多久 神經病 他包了 這樣就沒了 這樣就沒了 我覺得你太不能跟我好好的演了 萬一你真的是接到一檔三百萬的製作費的 那我就能好好演 你們忘記 導播CUE一下那個Javan的MV 可是這一場 我是很認真我都沒有笑場 這一齣戲是要跟上司蛇吻 為什麼要跟上司蛇吻 因為我蛇吻我會變回來 不好意思我是沒有辦法演喜劇我的錯 所以三百萬你也不接就對了 接啊 等一下三百萬的幣值是什麼 就台幣啊 三百萬韓幣的話 三百萬韓幣就不接 我不要 三百萬韓幣是多少台幣 三百萬除以三十四 三十五 這樣子啊 還是要接啊 你現在接到多少十萬的案子 真的 現在不然算一算還是接好了 那如果是三百萬台幣 連跟海產蛇吻我都還是要考慮一下 真的嗎 都還是要考慮一下 沒有 不是 因為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我知道 因為我們需要有台階下 因為你知道我們劇本常常是沒有劇本 對啊 然後是茫茫人海之中 我們不知道該如何是好 因為海產他本身就非常的就是會 做各種很誇張的表情跟內容 然後這樣但是這樣就會沒完沒了 身為這個節目裡面的腦袋 真的 你說只有你的腦袋 其他人都沒有對不對 對 你沒有 我沒有 對 身為這個節目的腦袋 我需要 有辦法 收尾 不管這個輪子多爛尾 我都要收起來 沒錯沒錯 收得漂亮收得漂亮 這樣一切都合理化了嗎 做得太好了 所以我不是真的 這麼容易笑到失神 真的 我真的是有願意的 這個節目真的不能沒有你耶 即使你請了 可能要請兩個禮拜的假 還是不能沒有你耶 沒有你之後節目會沒辦法收尾 你知道我們兩個現在在擔心 就想說要是我們請假的話 我們要找誰來代辦 我們兩個比較安心 所以我們隨便就找 我覺得肚臍不錯啦 不過就攝影師進來兩個柱子 哈哈哈哈 琳達姐跟肚臍 哈哈哈 欸感覺會蠻刺激的耶 而且萬一收尾被他們做起來 我們很糗 你說琳達姐跟肚臍嗎 肚臍然後我們會很糗 可是這樣他們要聊什麼啊 就亂聊啊 就聊 而且肚臍最近有可能會來上我們節目 對不對 因為他很厲害喔 他自己發片喔 對他自己發片 肚臍就是大家很期待一下 就是一個很熱血的人啊 很熱血的人 對一個很可愛的小 真的真的真的 你幹嘛啊 我們沒有要cue到你 你不要進來 你不要進來 真的 然後我們下一個是聊 我們趕快聊下一個 我們趕快聊下一個 下一個是說海產雞蛋糕 有照片 海產雞蛋糕店的照片 這是我們的Logo 麥卡貝 你怎麼說冠名了 所以說麥卡貝 有冠名熊蓋蛋脆筆雞蛋糕 而且怎樣麥卡貝那麼大 熊蓋蛋這麼小 熊蓋蛋怎麼有本名好不好 確切來講喔 麥卡貝 冠名熊蓋蛋是沒有錯 因為他們老闆每個禮拜 你麥卡貝薪水 對 對 所以看一個月是贊助多少啦 對 對 不過希望你可以順利 那個熊蓋蛋的資源 用那麼小 嗯 其實很怪吧 不會啊 你就比較好看就對了 那麥卡貝當然大有熊蓋蛋啊 是啦 如果他們願意每個禮拜都買五十份 那什麼問題嗎 其實一個月願意買五十份的話 我真的就開一攤在這裡就好了 是齁 我真的沒在聽 好那這邊有講 我們上禮拜有聊到說 海產在離開大學生的美的時候 鞠躬六次 我們看一下照片好不好 欸這個真的很感人欸 我鞠躬了六次 欸你知道你在這張照片裡面 特別的帥氣 因為沒有照到臉對不對 對 我就知道你要講這個 而且你旁邊還是熊媽姐 新聞畫面裡面是有拿我的臉的 新聞畫面 我上了就是三立的新聞 那你當時是真的發自內心的想要跟這個節目倒下 還是你只是 預料到你想要多搶一集 欸其實 其實最後一集我 那天我不是趕回去嗎 嗯 禮拜一我錄完那邊我趕回去 其實我是邊 在車上我是邊掉眼淚的 你邊哭嗎 你是失戀哭 還是因為節目哭 我是節目收掉 那種一份那種感情 要失業了就哭 對對對 主要是我還 那個學代還沒還完啊 然後又跟媽媽借了一筆錢 然後最近又開雞蛋糕店 還要請員工 這一次都很不利於他欸 哇一切都花好多錢喔 對啊 沒有我是真的是感恩的心啦 感恩的心啦 好啦但是無論如何 就希望海產就是接下來 就是他的雞蛋糕店可以很順利 而且我也不會在這個節目跟大家鞠躬 也不會在雞蛋糕店鞠躬 你上次其實有啦 我鞠躬三次而已 對 因為六次代表我可能要失業 難怪我一直聽到他們就說 糟糕海產上去鞠躬三次 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找個機會把它換掉 因為我覺得出事 一半的一半 不會好不好 你們不要擔心他 你知道 然後 然後 然後媽媽還比自己 然後媽媽還比自己紅 一個失業的大學生班底 像是開雞蛋糕 然後請了很多不正職的員工 結果一個是正職的 然後媽媽還比自己紅 然後節目還即將要被換掉 然後媽媽通告量 真的比自己多很多欸 我媽媽每天她的Facebook 有點像在經營粉專 好啦 但不管你媽媽節目通告多不多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我們今天來賓 兩個人通告都比我們多很多 哇塞 今天我們看到第一位來賓是 張允鈞 欸這真的是大前輩啊 而且她是你的大前輩 她是我的大前輩 而且她那時候真的超帥 她那個時候是以金爺 就是帥哥 Rocker 對啊然後尤其是你超級偶像的 的學姐 的學姐 她那個時候超帥的欸 然後她現在真的很漂亮 真的很漂亮 你知道我有一次看她上那個 小燕之夜 然後我那時候 本來聽到戴哥想說 誰啊 她說 你太漂亮了吧 我不誇張 我這次知道今天是 那個雲音姐要來的時候 我看這照片 我這我可以欸 你不要叫人家姐 她也沒到你幾歲 我可以欸 可以嗎 可以啊可以 可是你可以她也沒有什麼好開心 你要問她可不可以吧 道道就是這樣 沒禮 不過真的是很厲害啦 對而且她這次的新歌 帶回來回歸 大家都非常期待 我是覺得覺得 勇敢的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是一件非常值得 大家支持的事 欸沒錯 對啊今天也不可能說 因為我想看海產 就是 我真的是非常喜歡 海產辦智障的樣子 然後 所以當海產要做正常人 我不會說什麼啊 對對對當然啊 對啊 你要cue我什麼 你要cue我這波 你要嗆我什麼 沒有沒有啦沒有沒有 就只是人鬼殊途嘛 所以我不會搶求你啦 你說我們兩個不能在一起就對了 對對對 可是萬一她願意花660萬的話 為什麼她願意花660萬 看我們結婚的話 你是說如果你跟張芸菁結婚的話 然後並且結婚10年不離 攝影師會包660萬嗎 首先660萬除以2 330萬 30萬 然後再除以10年 1年是110萬 10年30萬而已 10年是33萬 然後再除以12一個月大概是2萬多 她為什麼可以結婚了 她每次做 她自己一個人就賺超過這個錢了 倒也是啦好不好 真的不要鬧了 我這個就讓她老闆 好那接下來我們今天第二位來賓 夢庆兒 哇天啊 是個大美女 而且我最有印象就是她改編組曲 很酷 什麼組曲 Michael Jackson 沒有啦她把混那個玫瑰花跟那個 她要來了 她要來了 哇天啊 你願意坐她腿上嗎 對啦OK 哈囉大家好 有人叫我鬧一下 就是再出去 真的啊 一定Cue到妳 一定要讓妳進來一下 好 我其實跟夢夢認識很久了 真的假的 真的 但是我們八歲的時候就認識 八歲 那認識三十幾年了 屁出去 人鬼殊途 不要跟我們講話 十年前而已 我們大概是 我們八歲的時候認識 現在已經過了十年 現在你們高中剛畢業而已 對 真的 你們就是心生的感覺 天啊 然後最近夢夢剛發了新的單選 然後MV也剛拍完 然後應該最近就有機會 可以跟大家見到面了 天啊好期待喔 畢賣 而且我們今天可能會把run down丟掉 其實不是很需要 對啊我們這次不用run down 我們run 好 隨性發揮 那就是關於大跳舞這件事 也是沒有問題 你可以接受吧 我今天沒有穿安全褲 那好啊 那好啊 攝影師就在等這個啊 那安全之吻的部分呢 而且我們今天安全之吻 今天沒有準備保鮮膜 對 就是沒辦法 跟我 還是你要先再親一下 來啊 真的嗎 來啊 你在怕什麼 你在怕什麼 孟親兒 我們在怕什麼 我們三個在怕什麼 我們三個沒什麼好怕的 你屁事喔 我臉應該紅了吧 沒有你本來就有畫腮紅啊 對啊 所以現在是要親一下嗎 我們為什麼現在要這樣子 等一下我覺得這個要留在後面 這樣子好了啊我們來玩吹牛 輸了再親一下嗎 欸你的歌我會唱欸 不然等一下我唱你的歌 欸不不不你不能唱太多 因為等一下觀眾要聽你唱 等一下沒有要唱這首 等一下沒有要唱這首 對對對 我在那裡等你 好要不要親啊 先親一點就是 Warm up Warm up 慢慢來嘛 親一點就好 好好喔 可以嗎 好等一下再跟我們摸 等一下再 對我們等一下你準備好喔 等一下沒有保鮮膜 待會見 我是刷個牙 對你等一下去跟威力 跟威力什麼事 好摸摸到等等見 謝謝 拜拜 我覺得當女生 當姐妹好好喔 怎樣 好想有一個姐妹喔 可以隨時就是說 來我們也親一下 那你現在可以扮演一個 你知道最近分數上 有一個人就是在教大家 如何成為一個 唱職的姐妹 偷偷看啊 那你試試看 你現在跟大家自我介紹 還有我是海產seafruit 的你這個bitch 對他跟我講 那海產你這個婊子 我跟你說 你這個表現真的是佛佛 這是手勢 不要再自取了好不好 你這個大胖豬草死了 你現在還有男人喜歡你嗎 你這個婊子 我們這樣好嗎 我們這樣大罵 我們這樣好累喔 對啊 好累可是好紓壓喔 剛剛那個就是 孟孟君是一個很活潑的女孩 但她就真的節目很多 真的 她現在每個禮拜 你進入那天都在錄節目耶 好好喔 你知道 我現在一個禮拜有五天在做雞蛋糕 現在一個禮拜有一天 休息而已嗎 你工作那麼多 又貴又貴 工作又多 賺翻了賺翻了 好啦 然後帶來這個禮拜的音樂消息 首先呢 PPAP這三個英文單字 造成了一個旋風 最近日本刮起來那個PPAP的旋風 真的PPAP 看一下這個太猛了 這個歌詞 三個英文單字 Apple 超級莫名其妙 包括Apple Pineapple還有Pan 那簡單好戲的旋律 十分洗腦 那原創者是 古板大魔王Pico太郎 那影片現在已經成為全民的模仿運動 好多人都有拍影片 台灣人也有我們來看一下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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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嗯Apple Pan I have a Pan I have pineapple 嗯Pineapple Pan Apple Pan Pineapple Pan 嗯Pineapple Apple Pan Pineapple Apple Pan 我覺得不錯耶 我覺得我們演得不錯 我剛剛心裡一度 原來是髮膠廣告啊 那是髮膠廣告喔 對啊 剛剛有說那髮膠廣告 但我是覺得蠻好 而且剛剛第二種那雙胞胎好可愛喔 所以你知道看了超級的 我們兩個是什麼 你說在冥界的朋友會 會大受冥界的歡迎 就是冥界的朋友會鼓掌 還會上來找我們簽名 這支影片可以燒下去給他們看 真的很可怕 但最近有一個很大的消息 在中華職棒的部分 我們中華隊永遠的第四棒 陳進鋒退役 引退之善 球迷永遠都會對他很瘋狂 沒錯 而且沒有我去樂台 專門為了打造一首歌曲喔 經典MV變成陳進鋒的 各戰一經典畫面 陳進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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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經瘋狂 曾經瘋狂 你站住的模樣 眼神中純粹的信仰 無距地看著遠方 帶領著我們的渴望 陳進鋒 一次又一次 飛躍衝衝到前 有機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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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見 好棒 曾經瘋狂 執著的模樣 讓你踏上遠方的戰場 電視力加速的樣子 太帥了 而且講到陳進鋒 真的是很多台灣人心中 一個非常經典的印象 我還記得我之前就是 有一場是看總冠軍大賽 然後那個時候 呃好像是 兄弟相對那個 啊 啊 啊 啦咪格爾 啊 啦咪格爾 不是啦咪格爾 等一下兄弟相為什麼要對 啦咪格爾 他們是年齡是不是 兄弟相的球員跟啦咪格爾 對我不管啦 然後那個時候 其實就陳進鋒一到場上去 是 他只要 一上去 整個球場的人 都會為他歡呼 真的瘋狂啊 就他完全是根本是不分 不分你我 就陳進鋒已經是 全民的印象 他已經是跨球隊了 支持別隊的人都覺得 喔 風哥 就只要他 風哥到場上 不管我今天知道是哪個隊伍 我都會風哥鼓掌 因為他真的是太簡簡 太棒一個人物 那其實 《面火器》這首歌呢 其實大家就是如果 對風哥有一點 懷念或者是真的很想念他的音樂 一定要去聽一下 對 他第一個詞就太厲害了 陳進鋒狂 唱的時候就是把陳進鋒狂 這首歌的歌名其實真的很棒 就是陳進鋒狂 可是其實我覺得 就是陳進鋒在我們心裡 就是不會是曾經啦 就是他一定是 永遠在我們心裡 就是一個非常非常經典的 一個 crazy forever 因為那其實像 棒球運動這件事情 是不分年齡 就是從小朋友啊 到大人等等 大家都會一直 都喜歡 對都非常非常喜歡 然後他真的為台灣人 帶來很多很經典的一個 印象 沒錯真的 所以就是永遠會 存在我們心中的 嗯嗯嗯嗯 yeah 好那麼今天 今天的音樂消息是比較少一點 你們知道為什麼嗎 你不會要怪 因為聊熊該戰聊太久了吧 哈哈哈哈哈哈 你要講這個對不對 然後我要賠罪請大家吃雞蛋糕對不對 對啊 我就知道 好你現在說說 你要怎麼樣 跟我們這個整個節目的人 謝罪 包括我們的觀眾 對啊你們就雞蛋糕 隨便點了沒 我就讓你們隨便點了沒 只有我們節目嘛 你剛剛說整個26層 所以沒有包括 電話抱抱 對 都有好不好 整個26層 整個 是整個這一層喔 不是城洞喔 那就草地阿姨呢 都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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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定要都有都有都有 那所以我們下個禮拜 讓我們謝謝 謝謝海翔哥 好不好 下一禮拜 希望海翔他曾經有承諾過 熊該戰開始影韻賺錢之後呢 他即將會贊助Music 那些事 然後到時候看可不可以冠名 就謝謝 謝謝海翔哥 那你知道我們冠名每個月 至少要給我們五十萬嗎 五十萬那沒關係 那我不冠名也沒關係 那我不冠名也沒關係 你放棄好乾脆喔 對不冠名也沒關係 不要那麼乾脆啦 這樣很容易出息 好啦 那我們接下來的時間 讓我們稍微休息一下 我們等一下來賓馬上回來 結束 每當我下定決心放手一波孤YU ZIGH 每當我下定決心放手一波孤出一致 身旁總有太多阻礙歧圖 全力阻止 每当我下定决心冲破烂 做跨越艰难 就要去试着忘记 我曾不可一世 穿口才走过一次来 证明我不知如此 出来不是否定自己 曾写下的故事 留着你不太习惯不太习惯的长动画 这不是改变 而是原本我的样子 哭又是 笑又是 失败也有事 或许不会 只有一次意义 失败的高歌 是一种特别的权利 失败总是重来总是 要让每次都当做事 最后几回梦里